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最荒谬 这篇文章其实一般来讲 都没有什么新闻性 没有人去在乎这样的新闻 那这个新闻是来自于哪 英国美人电讯 昨天夜里 昨天夜里 而他讲述的故事呢 是病毒的起源 病毒的起源 病毒的出处 病毒怎么来的 然后他的标题蛮有趣的 他说 世界顶级的医学杂志 终于说 病毒是来自于试验室泄露 他里头没有任何更新的东西 那这里面呢 就这个标题的本身 就是一个巨大嘲讽 世界顶级医学杂志是谁 柳叶刀 我们跟大家说 柳叶刀姓儿鬼 柳树跟姓树 是出妖出鬼的地方 中国的传统是这样 那结果 英国最顶级的杂志 柳叶刀 中共国在过去的时间里 用钱 把柳叶刀的总裁老板们 全给买断 那中共国曾经两次 标褒奖过柳叶刀的主编 那也就是柳叶刀 在2020年2月份的时候 登了27名世界顶级科学家 那包括福奇他们 福奇没有签字 这里咱说福奇没有签字 但柯林 美国国家 美国国家 美国国家医学研究院的老板 柯林签字了 27名顶级专家说 病毒不是从实验室里出来的 是从 不是人的东西上蹦上来 就这么回事了 那所有崇拜科学的人 对你们都是最大的嘲讽 所有崇拜科学的人 对你们都是最大的嘲讽 那中共体制之下 学医的人 他们把自己的论文 能够在柳叶刀杏仁果上 登出来 作为自己终身奋斗的目标 因为你只有在 只有在柳叶刀杏仁果上 登出来之后 你才有可能奔向下一个目标 就是诺贝尔医学家 所以一切为了奖项 为了名头 为了屁 为了这个 为了那个 去不择手段 达到自己目的的一切 那用什么开路呢 用钱 用钱开路的一切 被用钱开路的一切 都是鬼 所以他是柳叶刀 那人说损了半天 你到底想说什么 柳叶刀 在昨天是前天 公开承认 中共病毒是武汉实验室造的 是武汉实验室造的 是在英国顶级的科学家 和美国顶级的科学家的帮助之下 是美国人掏的钱 在造了一半 还没造完的时候 他跑出来了 他们的孩子残缺不全 早产了 早产了又活了 这就是中共病毒 连个病毒都没长成正经八百样 他长了一个歪七扭八的 他的原文就是这个 原文这个 因为英国美日电讯的 他太啰嗦 他们主编就是 他又把原来那些东西 全给放在一起了 但是他的核心 就是这么个核心 然后呢 英国美日电讯就嘲讽了柳叶刀 说你作为顶级的科学家 科学杂志 你呢 那你呢 两年前这么说 两年后 你现在终于承认了 那他是造假 那我想问你 所有这些 所有这些 因中共病毒而死去的人 你柳叶刀负什么责任 你们这些专家学者负什么责任 你们这些科学家负什么责任 你向科学磕头的人 你负什么责任 你勒着你媳妇 掐着你老婆 狠着你丈母娘 非要去打枝 你负什么责任 我早跟大家解释过 那病毒就是群心眼的 就是残缺不全的 咱们疫苗得造出一个残缺不全的 得门当户对 他才能对上口啊 你们家螺丝有各种螺丝 对不对 他们家螺母有各种螺母 对不对 那家有各种女孩子 那家有各种老爷们 对不对 但你得对上口 才能门当户对 才能对上他 你对不上他怎么能弄啊 对不对 人家说你说点文化的 文化叫对症下药 这文化对不对 对症下药 你得对上那病毒啊 他病毒是缺心眼的 他没造全 那他造病毒的人 只是按造全的方向造 他离造全那儿还差 还差250的时候 他溜出来了 他溜出来了 造病毒的他也不知道了 他为了逃避责任 2019年 2020年 2019年9月份 他把资料全给毁了 武汉病毒全给毁了 我早跟大家解释 你看习近平 他为什么 他们谁都不说打枝 他承认了 全是一伙的 最坏的是共产党 掏钱的是美国人 出主意的 宣传的是英国人 踏实了吧 现在英美都反北 反中国 那所有倒霉的 都是信僻的 信profession的 对不对 你看看现在加拿大政府的政策 你看看美国CDC的政策 你看看欧盟的政策 他们是一伙人 他们承担责任吗 谁承担责任 你媳妇拽了 你老婆懵了 你孩子得病死了 然后呢 为什么什么然后呢 他治无良嘛 他不是那个 他不知道缺的胳膊缺的腿 是缺了胳膊缺的腿 还是长了六指 还是没了鼻子 对吧 没了鼻子成努尔哈赤的 所以这个就基本 整个通篇文章写老长了 他昨天就写了这个故事 顶尖杂志承认 病毒是由实验室泄露引发的 而该病毒是科学家们设计的 你满意吧 开篇就是这个 全球努力的一切 不过就是这么一点事情 所有人都在怀疑 我们的节目在故事当中讲最清楚 被黄标被质疑吧 他不跟你打这儿了吗 你傻不傻 你有病 你自己有病 那你信不信他的呀 你信不信这种报道啊 你抽自己 你要信他你就抽自己 你要不信他你就自己来一把 那你说能上哪儿去啊 我们节目中从来没有改变过 我们早就跟大家说过 是这么来的 没整清楚没整好 那没整好什么意思 搬起石头砸自己脚吗 玩或者逼自焚 习近平自己都讲得很清楚吗 你说他怕不怕 他自己也搞不清楚了 所以他在中国的防疫的一切 我早跟大家解释过 他在中国的防疫的一切 只有靠切断的方式 只有习近平知道病毒是哪来的 是怎么回事 他绝不会采取其他方式 没有用 而在切断的方式呢 他运用得手 是从新疆那来的 从香港那来的 那切断的方式 他觉得很得劲 我整死你们这群人 十几亿中国人都是我的敌人 当然是他的敌人了 因为他觉得只有他一个人是人 他别人都不是人 如果你们是人不反抗吗 如果是人你们不反抗吗 你们不反抗啊 对不对 你们惹不起我呀 活该 对不对 你骂我无知 你满腹经伦 然后呢 你像傻瓜似的 不让你出门 你就不敢出门吧 打断你的腿 你满腹经伦呢 你把我把经伦给你抽出来 我让我媳妇给你织毛衣 他找彭丽媛给你织毛衣 把你的满腹的经伦 还不是纯毛的化仙呢 清伦的嘛 这故事就这么个故事 非常简单的一件事情 全世界几十亿人 就像傻瓜一样 人们在拼命地探讨 我们原来节目中跟大家解释过 我说有些内容 哎呦我看起来觉得 还在那排混 有些做评论的 你们害人的 你们真害人的 你们就为了挣那点钱 你们害死人了 真坑人 这个东西是触及到生命的 你自己不能把我自己 在生命上有所认知 然后在那就为了几个臭钱 在那去坑人 有名他有名他有名 你们都跟着有名走啊 谁不走谁小狗对不对 So what 真是 这个社会就是 这是今天人类的荒谬 是不是 这是我们跟大家解释了 两年近三年的荒谬 今天是九月份 那事情发生的故事 就这么发生了 2020年到2022年 所以当这样 当柳一刀信任鬼 起霍企出事就出在他身上 就这么这一圈化缘了 所以当柳一刀信任鬼他承认之后 甭管是霍企销强 还是霍企霍企霉强 霍企什么强都成 他出事了 这个事就了了 人们没有什么兴趣了 大家也就这样了 对吧 什么这变种那变种 那变种那变种 越变越晕 他根本就 根本就 从根上它猫不着了 我觉得我说的最准确 它早产了 病毒早产了 而且是自己溜出来的 没抓着 流产了 没抓着 弄了满地都是全化了 就像水银坠地一样 没了想捞捞起来了 然后呢 水银坠地它有毒 那毒就跟别的毒不一样 承认了 这件事情了断了 谭德塞在星期三宣布 大疫情快结束了 没好人 真的 现在学医的 我不能说有一个算一个 说你让你孩子为什么学医啊 挣钱多啊 今天 你们让自己孩子学医的时候 有几个说 孩子你是救死扶伤啊 我真没 我不是说含着谁和不含着谁 对不对 救死扶伤 是招牌 对不对 这个造病毒的全是顶尖的医生 全是救死扶伤的 他们都被医生手册 这个事儿结束了 没有什么新闻价值 这事儿结束了 就是人类社会该被收场了 你可以不信 你可以不爱听 人类社会会遭到大报应 因为你不信神 只信科学 没有人们 我都被练得了 没有人们 我都被判了